科学的发展中 有三本巨著 鞠躬至尾 他们堪称现代科学的基石 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麦克斯韦的《电磁学通论》 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自此之后 达尔文就与生物进化 牢牢的绑定在了一起 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进化论 似乎大家对此习以为常了 那么进化论是怎么来的 人们又是怎么从神创论中解放出来的呢 在这本《达尔文的战争》里 你都能找到答案 读过了这本书 你才会发现 其实之前 进化论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只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就有点类似于 古生物里的三叶虫 书中的故事 要从博物学家开始 第一位重要人物 登场于1707年 这就是生物分类学之父 林奈 1600年 人们了解的植物只有约6000种 但仅过了100年 植物学家又发现了1.2万个新物种 物种的爆炸 就使得人们对生物进行科学分类的需求 变得更为急迫 林奈发现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法则 各国学者都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来命名植物 这就使得植物学研究变得困难重重 各种同物异名 再加上冗长的名字 大象径庭的语言 就让人十分的头疼 林奈认为 要想让一门学问变成科学 首先 你要能够明确的描述东西 最起码要有一套规范的命名法 作为一个花痴 林奈在乌普萨拉大学期间就发现 花的花粉囊和磁蕊 可以作为植物分类的基础 后来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想法 并在1753年植物物种中 首创了双明命名法 每个物种命名的名字 都有两部分组成 前面是鼠名 后面是种名 都要使用拉丁语 人类的种名 智人 就是林奈命名的 它还依照熊蕊和磁蕊的类型 大小 数量 以及相互排列等特征 将植物分成了24缸 116木 1000多个鼠和1万多种 缸木鼠种的分类概念 也是林奈首创的 这一命名法相当的高效 直到今天 它也无所不包 林奈也就此成为了 18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为了纪念它 1986年 瑞典国家银行 推出的新款100克朗纸币上 印的就是林奈的肖像 但相比于林奈的巨大名气 第二位为分类学 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 就有些显为人知了 这就是布丰 作为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 林奈认为 每个物种都是亘古不变的 但是布丰不这样认为 他对林奈的分类学 并不是太满意 在他眼里 自然过程总是一步步发生的 很多事物 并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 动植物并不依赖分类学生存 所谓的分类 不过是人类为了方便 给动物贴的标签 布丰就开始考虑 物种的内在模式问题 物种到底是怎么来的 受当时的机械决定论影响 布丰觉得 生物也应该像物理学那样 能够严格推导出来 生命和宇宙一样 遵循着同一套运行规律 他观察到了一些 过去人们未曾注意到的现象 比如说 有些动物身上的器官 一点用都没有 干脆就是个累赘 猪的侧脂虽然已经失去了功能 但内部的骨骼仍然是完整的 结合这些退化的器官 还有化石中 古代生物和现代生物明显的区别 布丰认为 某些物种可能是退化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从科学上 讨论物种变异的人 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 受到了教会的痛斥 物种怎么能变呢 布丰又给骂回去了 接下来就轮到了神童 居维翼 他是从小看着布丰的自然史长大的 14岁就进入了斯图加特大学 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 居维翼的资助人没钱了 他就不得不自谋生路 到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家里 去当家教 诺曼底靠近海边 居维翼就利用这个机会 养殖水生动物 并开始了博物学的研究 后来他竟然推荐到了巴黎 并迅速展露头角 居维翼有个绝活 他能够通过化石残片 猜出来这是什么动物 因此他也被称作 古生物学之父 通过将现存的动物与化石进行比较 居维翼为比较解剖学 和古生物学的创立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们从巴黎郊外的古生物化石一致里 认取了一块化石来测试居维翼 居维翼当场判断 这块骨头应该属于一种叫做附属的动物 大家后来去挖 果然挖出来的就是一个附属的化石 这个物种由此被命名为 居维翼附属 居维翼认为 动物的身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身体各部分结构都有相应的联系 这就是器官相关法则 他判断这些化石 就依据的这些规律 比如说牛羊等反除动物 要有磨碎粗糙植物纤维的牙齿 但是光有牙齿还不够 还要配备相应的咀嚼肌 上下颌骨和关节 但是光有嘴巴也不行 一点能消化 所以要有相应的肠胃来适应反除 但是光吃还不够 要学会保护自己 要么头上长脚 要么善于奔跑 有蹄子 居维翼还对大象的分类做出了贡献 在此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大象就是大象 但是居维翼认为 大象应该分两种 亚洲象和非洲象 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而且有着明显的差距 后来人们又从美国 运来了巨大的骨头化石 看上去像大象的头骨 通过对比 巨维翼确定 在北美发现的 类似大象的骨头 应该属于一种已灭绝的动物 巨维翼将其命名为 如齿象 1796年 活着的象和变成化石的象 正式发表 巨维翼在论文中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 大灭绝 巨维翼认为 发生过全球性的大灭绝 这就是灾变论 除了如齿象外 巨维翼还描述了大地栏 命名了一手龙 它还发现了 苍龙可能是个水生的爬行动物 巨维翼还是最早提出 史前时期的地球 是由爬行动物 而非哺乳动物主宰的学者之一 但是巨维翼最著名的 还是它对于进化论的态度 巨维翼强烈反对进化论 它认为 没有进化论的证据 但是有证据表明 洪水等全球性的灾难事件 导致生命形式的 周期性的创造和毁灭 这一点和它针锋相对的 就是拉马克 24岁时 拉马克在一个植物园里 遇到了卢梭 两人越聊越投机 卢梭就让拉马克 到自己的研究室去工作 受到卢梭的影响 拉马克就把主攻方向 放到了博物学上 后来通过卢梭的关系 拉马克认识了布丰 就此得到了植物学方面 极为珍贵的 大师级的领路人 1778年 拉马克的著作 三卷集 法国植物群落问世 布丰对这本书大家赞赏 并向公众大力推荐 拉马克得以名声大造 并成为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遗憾的是 1788年 布丰去世 而他又和法国著名化学家 拉瓦西有过节 拉马克作为布丰的嫡系 也受到了影响 更为麻烦的是 法国大革命爆发 布丰受贵族身份的牵连 连木都给人砸了 拉马克的待遇 也开始走下坡路 他被分配去搞 最不受重视的无脊椎动物 在这里 他利用自己的才华 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拉马克不仅发明了生物学一次 还第一次将动物 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1801年 无脊椎动物系统出版 在书中 拉马克首次提出了 无脊椎动物的概念 创立了无脊椎动物学 和年少出名的巨尾业不同 拉马克可谓大旗晚成 他到50岁时 才被聘为巴黎博物院 无脊椎动物学教授 1809年 动物学哲学正式出版 拉马克就此创立了 以渐变论为基调的进化论 这是进化论的第一电机人 拉马克的进化学说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物种会变化 一切物种 包括人类在内 都是由别的物种传染而来 物种的变异和进化 是连续缓慢的过程 他观察到 化石生物越是古老 越简单 反之则与现在生物越相似 二 在演化机制上 拉马克突出强调 环境的作用 环境的变化 使生物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而环境多样性 自然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 主要原因 在进化的动因上 也就是生物遗传变异方面 拉马克提出了两项 著名的法则 一是用尽废退 凡是尚未达到最大发展线度的生物 其器官使用的越多 就越发达 反之长期不用 就会削弱 衰退 甚至消亡 二是获得性遗传 生物由于后天变化所得的性状 是可以遗传的 拉马克的进化论 已经提出 就受到了巨尾叶的封杀 但他有位好师弟 圣莱伊尔 布丰 亲手培养出了两位好学生 直接扛起了大旗 掀翻了物种不辩论 圣莱伊尔的研究 也是比较解剖学 但和巨尾叶不同 圣莱伊尔认为 动物的器官之所以有相似之处 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功能 而巨尾叶认为 这仅仅是长得像罢了 圣莱伊尔进一步猜测 生物结构是具有同源性的 简单的理解 就是动物们都是同一套模板造出来的 比如说脊椎动物都是四条腿 一个脑袋 一个尾巴 这就是同源假说 脊椎动物可能有一个共通的祖先 到了1820年 圣莱伊尔发现 自己的理论 可以和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相结合 但是在他面前有着大山拦路 虽然可以鱼躬移山 但需要的时间就太长了 作为博物学方面高手中的高手 巨尾叶的业务能力 在当时喊逢敌手 就更别提他那一帮好哥们了 随便拉一个名字过来 就是拉普拉斯这种 两边互乘鸡脚 这仗还怎么打 不能硬钢呢 就要智取 圣莱伊尔就想了个策略 墙内开花 墙外乡 他和德国科学界的关系不错 于是呢 胜来伊尔的大批文章 就先后在德国发表 然后再出口转内销 返回法国 哥德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 两者一聊相见恨晚 盟友就有了 那什么时候动手呢 不用着急 新一代的物理学家们先上了 弗利叶 或同阿拉哥 菲尼尔 安培 向威力派发起挑战 波动光学理论正式出炉 从此呢 威力派就被摁在地上摩擦 直到爱因斯坦等量子学的新兴活跃时 才把这盘局翻过来 胜来伊尔就开始向菲尾业发起论战 但是菲尾业很聪明 他知道局势不利 自己的名气又大 最好呢 低调处理 于是他就无视胜来伊尔的言论 把胜来伊尔当空气 1829年 两位学者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一份报告 在一帮大佬面前 这两位可能实在太卑微了 文献连他们的名字都没记录 只记录了姓氏 这篇论文呢 写的有点离谱 所以就没人回应他们 半年过去了 见没有动静 这二位就写信问 我的论文过了没有啊 法兰西科学院就让胜来伊尔 和另一位学者去审查这篇论文 过没过审 毕竟要给人个答复 胜来伊尔他把论文读了一遍 非常的高兴 虽然论文离了大谱 但是他正好攻击了 菲尾业的动物分类理论 而且还弥补了自己过去理论中的一个空缺 离谱不怕 越离谱越刺激 不是有人装怂吗 我看你回不回应 让不让他过 有本事你继续当西行刚啊 胜来伊尔就一顿添油加醋 提交了一份更离谱的报告 比如说 原作者只是描述了一下 乌贼的情况 胜来伊尔就说 他准备了三千多种不同的动物图片 作为证据 1830年 胜来伊尔的报告 正式提交到科学院 绝业被气得蹊跷生烟 这篇论文近乎纯扯淡 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 还敢碰瓷自己最得意的 生物分类理论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胜来伊尔你不是想死吗 满足你 这就是1830年 进化论与神创论斗争的 第一次大辩论 这场争论在法国科学院前 进行了大约两个月 各国的著名学者 尤其是德国的那帮子哲学家 乃至无数的吃蛙群众 都前来围观 争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动物的结构上 据委业断言 动物结构 是由有机器的功能需求决定的 而圣来伊尔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论 所有动物的结构 都是一个统一计划的修改形式 据委业通常被认为 是一场辩论的胜利者 因为他总是以压倒性的证据 和更合乎逻辑的论点说服大家 再加上 据委业为辩论做了更好的准备 并且具有更大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 而圣来伊尔的哲学 毕竟背后有大师助理 被视为对进化论的早期支持 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 也因为这次辩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831年汉斯罗接到了一封 剑桥大学天文学家皮克的来信 信上说 菲斯罗伊船长要去海外搞大地测量 这艘船特别适合搞科学研究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汉斯罗一开始推荐了自己亲戚 詹宁斯 但是詹宁斯的本职工作是船教士 他还管理着两个教区 于是詹宁斯就拒绝了 思虑再三 汉斯罗最终推荐了自己的朋友 达尔文 我们的主角终于登场了 其实当时海军部下达的任务 是测量南美洲和火地岛 环球航行是菲斯罗伊船长自己的计划 上级还没有批准 原本他们打算十月出航 但是各种事故叠在一起 折腾了好几个月 贝格尔号又回到了港口 详细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书中的记录 到了12月27号 贝格尔号终于起航了 达尔文就此踏上了环球之旅 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就此展开 当时的学界流行的是 俱维叶的灾变论 根据俱维叶的说法 上帝一高兴就把地球格式化了 所有动物都死绝了 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 相当一部分动物活到了现在 当时除了俱维叶的灾变论 还有一个更早的理论 被称为军变论 这是地质学之父贺顿提出来的 他认为地形地貌的变迁 从来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只需要雨雪风霜 潮起潮落的自然力就够了 变化小不要紧 有时间帮忙 在考察的过程中 达尔文发现了一系列巨兽的化石 这些远古的动物和现代动物 有很多相似之处 达尔文意识到 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 进化上的递进关系 达尔文把这些化石全部打包 再加上自己写的邮寄和信件 全部寄给了汉斯罗 1835年2月20日 达尔文抵达了 有智利威尼斯美称的水上城市 瓦尔迪维亚 在那里达尔文亲身体验了一把 大地震的威力 3月4日他去基里基纳岛考察 听当地人描述 两周前大地震造成的可怕破坏 通过亲自测量 他认为 地上的很多裂缝和大面积的位移 正是大地剧烈摇晃的结果 很多岩石被冲到了海滩上 上面全是深海生物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 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 整个地面都被地震给抬高了 过去长岩在海面下的礁石 现在一直漏在海面上 很显然 大地被整体拔高了 达尔文开始认识到 大地的涨高可能不是匀速的 有时会缓慢 有时会剧烈 让羊驼驼着行李 达尔文沿路路考察了智力 他提出了一个理论 智力地震频发 是因为地下有断裂带 这一点呢 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 还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就过这里 七月经历无数的翻山越岭后 达尔文终于和贝格尔号会合 他们抵达了秘鲁 但是由于军阀混战 只能匆匆离开 那既然秘鲁去不了 那就转去周边的岛屿吧 贝格尔号就这样转向 经八天航行 抵达了加拉帕哥斯群岛 这是催生物种起源的圣地 加拉帕哥斯群岛 是由几十个大岛和数十个小岛组成 距离南美大陆很远 大约有1000公里 150年前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曾派伯兰加主教来过这里 因为见到岛上有许多巨大的乌龟 并由此而得名 加拉帕哥斯就是巨龟的意思 这个岛地处赤道 本来应该很热 但是由于附近有南极洋流路过 加拉帕哥斯群岛气温就没那么高 这些岛都是火山岛 岛上还保存有在大洋里 极为珍贵的淡水资源 所以补经者 海盗 还有后来的很多航海家 就不断的来到这座岛 去补充淡水 这是进化论中最著名的范例 达尔文雀 最终 进入五年的环球航行 达尔文回到了英国 他将大量的标本带到了剑桥 那里的学者非常的多 可以找到各类研究领域的专家 1839年 贝格尔号航海日志正式出版 达尔文的名气也变得越来越大 在伦敦的日子里 达尔文受邀 收习了各种各样的讲座 但很快达尔文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他开始出现消化不良 头云眼花 很容易受到刺激的毛病 也许是天度英才 这些毛病伴随了达尔文一辈子 连续四十几年 天天如此 达尔文就不得不在家敬仰 在此期间 他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并深受影响 达尔文逐渐意识到有生存竞争这么一个概念 到了1844年 达尔文终于整理完了自己有关地质学方面的工作 他就把精力赚到了生物学上 其实早在1842年 达尔文就写完了一篇35页的草稿 但他没打算发表 后来他在这份原稿的基础上大大的扩充 拓展到了231页 这就是物种起源的第一稿 在这份稿件中 达尔文甚至连张杰木录的划分都搞定了 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物种起源是基本一致的 借用归纳法 达尔文总结出了三个事实 然后推导出了两个法则 鉴于篇幅 具体的过程我就不讲了 书中写的很详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直接上结论 首先物种会变异 有些有利 有些不利 其次由于资源有限 物种间会产生生存竞争 在自然选择下 有利的变异会保留 不利的会被淘汰 合起来就是最知名的那八个字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这里我想多加一点 这个观点 是我从科学原点从书版本的 物种起源的各章导读部分读到的 除了物种可变 自然选择外 达尔文的进化论 还有一个重要贡献 那就是生命术的猜想 和前两段得到的广泛传播相比 生命术猜想常被人们忽略 虽然达尔文在物种可变 和自然选择的思想论证上 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但是这两项 达尔文都算不上首创 他更像一个极大成者 为世界打开了天窗 让阳光照了进来 瞧瞧了每个人心中沉睡的心灵 后世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上扮演的角色 是有点类似的 除了这两位天才外 其他伟大的学者们也都摸到了窗边 但忘了开窗 达尔文并没有马上出版他的著作 并且一拖再拖 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 物种起源到底是怎么出版的 带着达尔文环球航行的贝格二号船长 为什么会自杀 达尔文为了抵御这些攻击 做了哪些论证 又留下了哪些漏洞 这些漏洞又是怎么放大 催生了臭名昭著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纳粹的优生学 孟德尔和摩尔根又各自发现了什么 这些秘密就留在大家去书中探索了 内容太多又在不断的扩展 后续我会结合最新的研究给大家展示 生生不息的物种起源 1882年4月19日 73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家中安详的事实 一周之后他被安葬在伦敦 威斯特米斯特大教堂 在他的身边安息着另一位科学巨人 物理学的一代宗师牛顿 能在威斯特米斯特大教堂拥有一席之地 这也是世间基于达尔文的最崇高的敬意 物竟天则 适者生存 既非强者 也非胜者 乐观的看 这是大浪中的弄朝儿 悲观的桥 伯大时代下的楼椅 但是当达尔文吹响战争的号角时 一个时代降临了 神的意志被永久的驱离了生灵的演化 这世上再不容奉天成运 更无法军权神兽 当造物主消失于无形之时 才能见英机长空 余祥前帝的万类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